好 疫情持续的延烧 指挥中心在今天证实 澎湖零确诊破功 有一例确诊之后呢 县府其实呢又宣布 其实还有另外一例 第二例的个案 是一名50多岁的妇人 PCR二彩结果都是阳性 已经报给中央了 那么县府就指出了 这名妇人呢是首例个案的 这个首例个案就是这位 50多岁的月嫂 那么是她的密切接触者 那么曾经二度跟对方聚餐 很可能是因为这样 就遭到了感染 在27号发病之后呢 曾经到诊所就医和全联采买 相关的足迹地点 也已经全面的进行消毒 澎湖零确诊正式破功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 31号公布澎湖首起确诊个案 是一名50多岁的月嫂 但紧接着澎湖县府也宣布 第二起个案 就是月嫂的密切接触者 这名50多岁的妇人 22号曾和首例确诊的月嫂聚餐 当时两人可能就有近距离接触 24号妇人又再度到月嫂家中用餐 研判可能是在这回遭到感染 因为27号妇人开始出现症状 身体不适到诊所就医 30号被匡列裁剪 两次PCR检测结果都是阳性 而24号同桌吃饭的 还有另外三人 裁剪都是阴性 县府也公布这名妇人的足迹 除了先前曾经去过北城市场 27号和28号分别去过诊所 和全联新店路店采买 相关地点都展开消毒 民众得知消息都加快采买流程 澎湖县府除了持续疫调 也将妇人的检体送到台北昆阳实验室 进一步化验 交由中央认定 病毒持续扩散 离岛疫情也跟着升温 谢谢综合报道